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3月11日 欢迎收看今天的中国财经 我们继续为您带来关于乌克兰战争 以及与中国有关的最新消息 欢迎您的收看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近8年前签署的一项 几乎快要被遗忘的承诺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 再次得到了关注 那就是中国曾经承诺 在发生核攻击时 中国将保护乌克兰 中国在2013年向乌克兰承诺 提供这项安全保障 而在此之前 包括中国、美国、英国和俄罗斯 在内的有核国家 已经对无核国家做出了类似承诺 然而北京在2013年的承诺 似乎比过去的承诺更多 而且它为什么单单选择了乌克兰 来做这样的安排 这让核专家们至今都感到困惑 随着乌克兰战争的爆发 普京威胁 他正在提高俄罗斯核力量的警戒水平 而北京对乌克兰的承诺 令其立场变得更加模糊 2013年 当他被签署的时候 中国对乌克兰的双边安全承诺 似乎是前所未有的 并且立即引发了对当时的习近平 是否打算改变既定军事协议的疑问 在2013年的保证中 北京赞扬了乌克兰在1994年 同意放弃在苏联时期的数千件核武器 以换取美国英国和俄罗斯的安全保证 北京声明说 中国承诺无条件不对无核的乌克兰 使用或是威胁使用核武器 并且在乌克兰遭受核武器入侵 或是遭受此类入侵威胁的情况下 向乌克兰提供相应的安全保障 最初包括官方的新华社 在内的一些中国官方媒体 将北京与乌克兰的协议称为核保护伞 这是华盛顿用来描述 美国保护韩国等盟友的术语 从而引起人们的焦虑 几位中国专家出来说 保护伞是对北京承诺范围的极大的夸大 随后这些中国新闻报道 都从互联网上消失了 专门研究中国核武器的美国国防分析家布朗说 北京反对核保护伞的官方语言 几十年来从未改变 并且在其外交部的网站上公布 中国既没有在其他国家的领土上部署核武器 也没有为任何国家提供核保护伞 随着乌克兰遭到攻击和面临普京的核威胁 西方国家都试图解读中国的意图 但是有一个难点是 北京没有公布当年与乌克兰协议的官方英文版本 只有中文版 而协议中的一些用词 包括保证这个词 可以有微妙的不同含义 而美国也做过同样的事情 据美国当年的谈判代表称 在美国比中国早几年向乌克兰做出核安全承诺时 他故意使用了比较模糊的assurance一词作为保证 而不是更铁更明确的guarantee一词 两者都有保证的意思 但是assurance更多是一种激发对方信任的宣言 而guarantee才是强调对结果的保证 确保某件事情会发生 尽管用词模糊 但是在乌克兰战争之前 中乌协议似乎表明 北京随时准备在这种冲突中反对莫斯科 当年签署协议的乌克兰代表 是乌克兰当时的总统亚努科维奇 他在习近平宣布一带一路倡议后的三个月访问了北京 一带一路中的一些路线会经过乌克兰 而在他对北京进行国事访问时 也恰逢时任副总统的拜登抵达北京 在当时央视的新闻联播中 乌克兰总统获得了头条 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 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的顾问Miles Yu 多年来一直试图引起人们 对2013年这份协议的关注 他认为这份协议显示了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紧张关系 反映了乌克兰对俄罗斯和欧盟之外的第三种选择的渴望 也有助于巩固中国对乌克兰生产的飞机发动机等武器系统的准入 在上周的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上 当被问及2013年的乌克兰协议时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回避了这个问题 他只提了联合国关于乌克兰等无核国家安全的决议 他说安全保证的内容有明确的限制 而且是在特定条件下触发的 在乌克兰问题上 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各方保持冷静和克制 缓和局势 促进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问题 滴滴今天美股截至下午4点已经暴跌了44% 滴滴暂停了在香港重新上市的准备工作 据知情人士透露 滴滴之所以暂停香港上市 是因为中国网信办通知滴滴的高管 他们未能达到网信办提出的防止数据泄漏的安全要求 知情人士说 滴滴及其上市保健人已经停止了原定于今年夏天 在香港上市的工作 此前滴滴除了处理网信办的审查外 还在努力按照上市招股书的要求 确定去年第四季度的业绩数据 滴滴的美股今天创下了有史以来最大跌幅 跌至1.89美元的新低点 其上市第一天的价格是15.53美元 滴滴在美国上市被中国监管机构全面调查后 滴滴探索了多种补救方案 包括将数据移交给第三方中国公司 以及将股份出售给国家支持的公司 但是似乎仍然不能够让北京满意 一位知情人士说 网信办可能会在未来几周内公开调查结果 而暴跌的不止滴滴一家中国公司 在美国上市的中国科技公司 昨天和今天已经连续两天暴跌 因为有五家中国公司被列入了 可能受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制裁的公司名单 多家中国科技巨头录得两位数的跌幅 京东和拼多多昨天分别下跌16%和17% 今天则继续下跌8%和10% 纳斯达克金融中国指数昨天收盘下跌10% 创下自2008年10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 昨天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点名了五家中国公司 其中包括生物技术公司百季神州 和肯德基在中国的经营者百胜集团 称其审计文件无法被美国监管机构检查 摩根士丹利的分析师表示 随着各大公司发布年度报告 预计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会在未来几周内 将更多的名字添加到这份制裁名单中 这对于中概股的投资者来说 等于在棺材上又钉了一颗钉子 京东昨天刚刚公布 其季度利润要好于预期 但是在美国证监会的消息面前 都变得不再重要 中国证监会表示 它会继续与美国上市公司 会计监督委员会接触 在今天的一份声明中 中方表示尊重外国监管机构 反对将证券监管政治化 百胜中国回应称 就目前情况而言 它将在2024年初 从纽约证券交易所退市 百计神州则表示 正在努力遵守外国公司责任法 并且希望可以继续在纽约 香港和上海上市 而乌克兰战争事件 给腾讯新浪微博和字节跳动 等中国民营科技企业的外国投资者 带来了合规问题 因为这些中国互联网平台 正在宣传支持普京袭击乌克兰的内容 同时压制同情乌克兰的帖子 这将与国际基金的企业和社会责任承诺相冲突 在冲突发生的两周里 北京跟随莫斯科指责美国挑起危机 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逃离基辅 和乌克兰军队投降的虚假报道 在中国的网络广为流传 本周 俄罗斯关于美国资助乌克兰运营生物实验室的报道 被中国媒体转发 并且在微博登上热搜 中国网友随着外交部一致口径 谴责美国和乌克兰为俄罗斯打抱不平 俄罗斯已经封锁了本国的独立媒体 只允许官方媒体发声 而俄罗斯官方媒体的新闻 常被西方指责为假新闻 但是却常常出现在中国的媒体平台上 并且被中国的官方媒体宣传 一家国际基金的高管表示 上市公司有社会责任审查 也就是所谓的要ESG合规 从这一角度来看 对中国科技巨头的投资正在变得有问题 另一位亚洲私募股权顾问表示 在中国持有科技股的基金 正在因为ESG担忧而面临巨大的压力 他说情况只会变得更加糟糕 并且指出乌克兰战争已经加剧了中美紧张关系 俄罗斯的空军袭击了原本不是战争前线的城市 西方官员担心这是对基辅再次发动袭击的前奏 因为莫斯科似乎重新部署了北部的一些部队 导弹在今天黎明时分袭击了乌克兰一个西部城市和一个机场 战争开始以来这里很少受到袭击 西方官员怀疑俄罗斯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周围的侵略相对平静 是否是在重新部署部队并且为新的行动奠定基础 英国国防部表示 他担心俄罗斯正在试图在未来几天重新发动袭击 包括对基辅的进攻 在莫斯科科里姆林宫发出信号 计划将更多的部队移至其西部边境 并且将其所谓的中东志愿者汇集到乌克兰参战 俄罗斯一直在招募擅长城市战斗的叙利亚人 深入乌克兰城市 据俄罗斯官方媒体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长说 来自中东的16000多名志愿者 要求代表俄罗斯支持的乌克兰东部分离主义分子作战 乌克兰总理施米哈尔则在今天表示 约有10万乌克兰人加入了领土保卫军 这是乌克兰组织起来的一个志愿者部队 目前总共有21万5000名乌克兰人返回家园 帮助保卫自己的国家 与此同时 西方官员也越来越担心 莫斯科在战争的前两周取得的进展不大之后 将会诉诸于部署化学生物或是核武器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昨晚的讲话中警告说 俄罗斯毫无根据的声称 美国正在资助乌克兰的生物战 这为战争升级奠定了基础 白宫否认了这些指控 称有关使用生物或化学武器的指控 可能标志着俄罗斯人为自己使用此类武器奠定基础 泽连斯基说 这让我很担心 因为我坚信 如果你想了解俄罗斯的计划 你就看看俄罗斯在指责别人什么 俄罗斯的入侵引发了二战以来增长最快的难民危机 联合国难民署周五表示 逃离战争的人数已经达到250万 乌克兰境内另有200万人无家可归 作为制裁的升级 美国总统拜登今天表示 美国将与西方盟友一起切断与俄罗斯的正常贸易关系 美国将禁止进口俄罗斯海鲜 福特加和钻石 拜登称 这将是对俄罗斯和总统普京的右翼沉重打击 他说 美国和盟友继续一致努力 加大对普京的经济压力 并且在全球舞台上进一步孤立俄罗斯 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表示 国会打算在下周就取消与俄罗斯正常贸易关系的立法进行投票 以两党合作的方式展开工作 拟议中的立法将会结束美国对俄罗斯的最惠国待遇 这是世界贸易组织的一项关键原则 要求成员国保证对其他成员国享有平等的关税和监管待遇 这一地位的丧失意味着一些俄罗斯进口商品将会受到与朝鲜和古巴一样更高的关税 这一行动在世贸组织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美国领导的将俄罗斯从国际商业版图中驱逐出去的努力 标志着自由贸易的又一次锻炼 预示着国家和公司将从与对手的竞争中转移出来 更多的关注谁和你有共同的利益 世贸组织前法律顾问希尔曼说 我们所知道的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贸易体系正在风崩离析 曾经受到追捧的经济全球化概念 这些年来一直承受压力 美国前总统川普在2018年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助长了这一趋势 新冠疫情又暴露了美国对个人防护用品和计算机芯片等外国商品的依赖 从而增加了这一势头 希尔曼认为全球贸易协定的未来可能在于参与者拥有更多的共同利益 例如2020年签署的美加莫协定 他说未来我们将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利益集团出现 全球化的支持者指出自由贸易的好处是深远的 它为企业开辟了新市场并且使各种消费品价格变得更加实惠 孤立俄罗斯的举动在短期内非常令人满意 因为俄罗斯人正在做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需要得到惩罚 但是没有人讨论削弱国际机构的长期后果 全球化的最高水平出现在2008年 当时世界出口达到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31% 在那之后世界就开始朝着反方向走 到2020年这比例已经降至26% 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一直在提高进口关税 这是对全球贸易的又一次刹车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数据 自2010年以来 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所涵盖的贸易额 已经从1260亿美元攀升至1.5万亿美元 世贸组织成立于1995年 当时冷战后的世界对自由贸易市场开放的全球理念乐观情绪高涨 签署国都承诺一视同仁的向所有其他成员国提供相同的贸易条件 但随后该理念渐渐受到压力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造就了新一代的全球化怀疑论者 再加上后来的中美贸易战和新冠疫情带来的伤害 美国一部分人认为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表明全球化并没有带来和平 美国必须迅速采取行动与俄罗斯脱钩 并且继续与中国保持距离 国会将俄罗斯从世贸组织中分离出来的举动 是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的一步 俄罗斯于2012年加入世贸组织 在世贸组织的历史上 从未有过将164个成员国中的任何一个驱逐出境的做法 世贸组织甚至没有正式的驱逐程序 尽管目前正在瓦解的是与俄罗斯的关系 但是一位保守派的美国企业研究所的高检研究员表示 承认中国加入WTO可能是更大的错误 他说俄罗斯是一个相对较小的和孤立的经济体 其规模只有中国的十分之一 而北京运行着一个国家主导的经济干预体系 这与美国的体系大向惊庭 他认为中美之间进一步的紧张局势是不可避免的 现在世界可能会回到一个更加孤立的贸易体系 世界推崇自由贸易的时代也许已经过去 而在欧洲方面 欧盟刚刚详细说明了 他将在未来几天对俄罗斯实施的一些新制裁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 除了取消俄罗斯作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利益 和对俄罗斯精英采取的措施之外 欧盟还将禁止向俄罗斯出口奢侈品 他说那些维持普京战争机器的人 不应该再享受他们奢侈的生活方式 而让炸弹落在乌克兰的平民身上 冯德莱恩表示 欧盟还将禁止从俄罗斯进口钢铁行业的关键商品 他说这将使俄罗斯损失数十亿欧元的出口收入 欧盟还提议 广泛禁止欧盟对俄罗斯的能源部门的投资 这可能涵盖对油气田勘探和生产的所有投资 技术转让 金融和其他服务 但是最近几天 欧盟国家之间也开始出现一些分歧 德国总理萧尔茨因为反对禁止俄罗斯天然气 而受到了一些国家的压力 另外 欧盟领导人还花了几个小时 就乌克兰加入欧盟一事争论不休 一些国家正在推动欧盟与乌克兰展开会谈 但是一直没有达成共识 此外 今天七国集团承诺 将会努力限制俄罗斯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中获得资金的能力 七国集团领导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俄罗斯不能严重的违反国际法 又同时从国际经济秩序中获得利益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最新消息 我们今天晚些时候还将为您带来最新的更新 我们稍后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